明天立法院院长的选举 我们会一致投票支持 本党党团成员黄珊珊 刚上任的党团总招黄国昌亲自先排 立法院长支持谁 不是蓝绿 而是自推黄珊珊出马角逐 来自两大党的攻击还有分化 将会发动核暴击的攻击 但是我们选择相信选民的智慧 因为新的民意 绝对不会支持对于行政官员 温柔乖顺 卑躬屈膝的民意代表 柯文哲率八席准立委 宣布立法院长票投黄珊珊 添入首轮败给蓝绿 第二轮将弃全部投票 但被解读保送韩国瑜 沦为小蓝 那我们直接投不是更之小蓝 既不想当小蓝 也不想当小绿 我们希望我们是台湾新政治的一个代表 所以我们才做出这个决定 八位委员一定是掉票 这扶文句率 现在都讲很清楚 团进团出 有问题就开除党籍 逼账蓝绿若没团进团出 一致投决策人选 直接党籍开闸 但对民众党一早投下的震撼弹 蓝绿反应大不同 尊重 民主这个是这样 能够忠诚的做反对党 国民党深刻的表达 这个祝福 甚至召委的选举 我们都愿意释出最大的善意 来跟民众党全面的来合作 在2月1号投票大限前 国民党卯足全力释善意 不惜拿招伟当筹码 但民众党派出青绿黄珊珊 角逐立院龙头 国会蓝白河几率已经越来越低 三立新闻